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 企图打造所谓的台湾软实力 然而其强推的国际影音串流平台台湾Plus开台一年多 App下载达标率仅一成多 引发岛内强烈质疑 据台湾联合报13日报道 台湾Plus吹嘘称 网站总使用人次近90万 视频观看总数超过600万人次 社交媒体总处级人数共9061万人次 平均每天浏览人数约为20万人次 据称台湾Plus新媒体用户中 约7成为英语人口 2成汉语人口 分布地区包括美国 印度 新加坡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英国 德国 日本等163个 以达到国际化目标 但国民党立委万美林12日提出数据称 目前台湾Plus的App下载量约12万次 相较于当初设定的百万人次 达标率仅一成多 台文化机构负责人李永德回应称 百万人次是高估 会修订目标 目前表现高分不敢 及格绝对没问题 他还称 台湾Plus英语电视频道半年内会在海外落地 如果没有达成 我会负责 台湾Plus平台去年8月底全球开播 蔡英文当时称 这是属于台湾的国际媒体平台 还声称要自己讲台湾的故事 让世界各国更容易清净了解台湾 但该平台一直饱受质疑 今年6月 台湾中时电子报曾报道称 台湾Plus是行政机构动用第二预备金成立的 至今年5月为止 按不下载总数仅约5.5万 并且该平台每年可拿到10亿元的当局预算 4年预计共58亿元 立委无疑称台湾Plus内容还都没有构建完成 按不下载率也还未达标 就先动用其年度预算10%作为宣传费用 仅开记者会就烧掉650万元 估计广宣及社群营销花费4500万元 其他营销费用花掉3000万元 8000多万元的纳税人血汗钱就这样烧掉了 他还说数据显示台湾Plus花很多预算在购买节目授权 外界原以为他要买类似欧美的探索 国家地理等节目的全球授权 结果购买的却是台促转会 党产会等当局机构 公示及部分台湾网红直播的网络节目 只是把钱从左手转右手合理吗 台当局立推特这个平台嫌有人问津 和岛内文化衰退不无关系 台湾早年间曾一度走在亚洲前沿 从综艺电视剧音乐到文创美食 每个领域都曾诞生过 足以带动整个东亚文化市场的产业 但近十年来台湾地区却少有文化产业 可以辐射整个东亚 文化输出能力越来越弱 分析认为台剧的衰落 除了表面上的经费稀缺 台湾本土市场假想外 也在于民进党当局推所谓的软文化 结果反而造成岛内相关人才加速逃离 台湾年轻人对台剧以及综艺节目也不感冒 据统计 除了抖音和小红书外 台湾年轻人爱用的大陆手机软件 还有新浪微博 微信 淘宝 腾讯 哔哩哔哩 爱奇艺 百度百科和知乎等 台湾联合新闻网称 追大陆影视剧 看大陆明星和综艺节目 刷B站或抖音 聊小红书上的美妆教程 已成为台湾Z世代习惯的日常生活 2022年在台湾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络平台评比中 排在第一位的是LINE 为韩国互联网集团NHN的日本子公司NHN Japan 推出的一款社交媒体软件 PTT论坛排在第二 它起初是一个以学术交流为目的的校园论坛 1995年由台湾大学学生自行创立 第三名为Dcard 这是台湾最大的大学生匿名交流论坛 用户需要大学生相关证件资料才能注册 第四就是抖音 这款大陆社交APP 2018年年初在台湾设立运营团队 目前在台湾越活跃用户已达300万 台湾用户日平均使用时长达38分钟 一段视频平均互动的转发率为45% 排在第五的是美国图片和短视频社交网站Instagram 脸书则排在第六 在影音平台方面根据台湾文化内容测进机构 今年6月公布的2021年台湾人最常用的影音串流平台排行榜 排名前五的依次为网飞YouTube 爱奇艺LINE TV和迪士尼家 期待住才能管 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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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